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師傅 你真的要幫一下我 不知道為甚麼同事各個武力神器 全身不聚財感 是不是風水出了問題 嗯 這個局真是很難化解 師傅 無論如何你真的要幫一下我 這次我未必幫到手 這麼大件事 你看看同事 不是頭倒倒 就是頭惡惡 一是扭來扭去 就算我不用羅庚 都知道效率低 不是我道行不夠 不過這些問題 你最好就是問專家 其實很多人只留意辦公室的桌子 座椅的高度忽略了螢幕位置的重要性 其實有很多用家用電腦側向一邊 頭會向上向下 甚至污到很淺地做事 其實對肩頸肌肉都很容易疲勞 嚴重的話 其實對頸椎都有一個不良的影響 所以我們就用了人體工學的設計理念 去將它的顯示器優化 令到用家用起來的時候 就更加舒服 香港都有很多公司找我們幫忙 對頸椅的需要做 對頸椅的需要做 有很大的改變 有很大的改變 以前我們有很老的 很長的 很困難 沒有很多空間 讓人們走向 很暗 和新的辦公室 很明顯 很明顯 電腦和監管 很明顯 很明顯 越來越維持 更加有利潛質 對 因為我們換了桌椅 之後 桌椅和椅可以調校不同的高度 螢幕可以調校不同的角度和位置 方便工作 大大提升同事的效率和舒服度 螢幕比對我們是很大的幫助 因為工作關係 我們接觸到很多敏感的資料 螢幕比可以令我們保障到一定的私隱 另一方面 跟同事聊天的時候 螢幕比又可以分享 或者把它撥開一邊 更加方便溝通 工具升高之後 我們桌面更多的地方 就更加多地方去做其他事 有了一個床幫手 各個員工工作都精神爽利 不用再看風水吧